今月港式饮茶 从1993年成立中油店至今 保留了传统的饮茶文化 多年来坚持保留流动餐车 送上点心的特色 以单纯的黑与白 营造绝美餐厅风格 我们是在1993年成立 早期都是以传统的港式饮茶跟粤菜为主 我们保有的就是推车 就是港式饮茶的推车都保持着 现在就是因为跟着潮流的转变 所以我们装潢改变得更时尚 我来这边我大概平均一周 大概会来个一次到两次 但是至少每个礼拜都会来一次 那来这边用餐是因为它本身离中 就是市区来讲不是太远 那停车又蛮便利的这样子 我几乎每个礼拜 我们家庭聚餐都是在这一间店 因为我觉得它的装潢 还有它的环境非常的优雅 让我们家人都觉得很舒服 尤其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台中市的业绩 这是非常 在台中市非常难得的餐厅 金月坚持使用最自然的食材 以卫生安全的烹调方式 让消费者实在安心 在食材方面保证是最新鲜 让消费者在味蕾上得到最大的满足 军月本来说是让人家印象中 是一种传统港式饮茶 但是我们就融合一些厨师们的一些创意料理 然后就是创意加新 加旧的传统的一些口味 然后再创新推出一些新的料理 因为我喜欢吃一些比较小点的东西 那在台中市港式饮茶 有那种推车式的在台中市非常少 所以我常常会来这里 我喜欢吃他们的港式萝卜糕跟叉烧酥 萝卜糕它做的跟我在香港吃的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吃我们就可以不用搭飞机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吃 那它的叉烧酥是外酥内卵 那里面的叉烧是非常的香 非常的不会甜中 还不会那么油腻那么的不爽口 无论是传统点心或是创新点心 都让饕客赞不绝口 不只是在食材上料理上的用心 让消费者能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来今月不只是用餐而已 还能体会到今月以客为尊的服务精神 明如烧鸭然后香茅琵琶虾这样子这两道菜 它烧鸭的做法又很特别 它就是它的皮是外酥 但是它的油脂又不会让你油腻 但是它的肉的部分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柴 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是就是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汁就是在你的口中会爆开这样子 是很棒的一个口感这样 如果你有在香港吃到他们的道地的烧鸥的话 它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接近它的口味的